来佛山圣永斯吉 来佛山圣简表 1. 海贤老和尚之母 往生年代1958年 享年86岁 当时贤公年龄57岁 2. 海庆老和尚 往生年代1991年 享年82岁 生于宣统元年 西元1909年 3. 海贤老和尚 往生年代2013年 享年112岁 生于光绪26年 西元1900年 旭 在整理一位僧人 生平事迹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 他为我们注视表法细致 深刻 全面 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 至使我们没有多想 也没有来得及去享受品味 以至没有更深层次地去体悟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 原本就立体丰满 福慧具足 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生宝形象吧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每天披柴 除草 做农活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上述栽世纸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穿针引线 逢生袍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借杀放生 度种生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栽种奇花 瞬间开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静忠导师 为之清传晚年 目志明 一百一十二岁老生 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极乐邦 一位高生的真实生活写照 来佛山圣 永思极 贤功和尚 佛门榜样 茫茫环宇 无限太空 浩浩神州 中华大地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 中原沃土 人节地灵 虚云法师 红衣法师 印光大师 元音大师 位于中原之中的河南南阳 更是圣贤辈出 中原四圣 欲满天下 高生云集 举不胜举 天然禅师 慧中国师 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 近代静炎法师 体光法师 海默法师 原集 2013年1月17日 仁臣年那月初六凌晨 在中原南阳来佛寺 这座极不起眼的 乡间小寺庙里 又一位大德高生 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欲知实质 完成了祝世表伐使命 无诸苦痛 潇洒自在 安详世纪 舍报归真 甲连台 往生极乐 世寿 112岁 生辣 92载 见辣 90春秋 令无数见闻者 探陷不已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鼓励仁臣年那月12日上午 闪盖林立 床帆排空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 印寒 印荣等法师 和诸山长老 以及来自南洋 及全国各地的 三千多名静中学人 为老和尚念佛送行 清泉寺的印生和尚 敖元寺的眼教法师 玉山寺的妙宝法师 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 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师 诵读了纪文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鼓励仁臣年 那月12日 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 法体入纲法会 不肖弟子众等 端身正义 宫殿于 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 即诸佛菩萨曰 圣哉贤功 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 法门向龙 少怀壮志 少龙佛总 拜别慈亲 出家为生 言辞境界 勤修犯横 九十余载 善始善终 绿己秋气 待人春风 以身垂饭 普利群蒙 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桃里不言 下自西城 水不在身 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因师而明 诗经归去 福慧元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不孝弟子 拜瞻圣荣 其诗再来 莫舍完明 经历誓愿 我佛正蒙 于师教诫 信寿奉行 同心同愿 众志成成 六合道场 白忍加封 广眼正法 利要有情 南无阿弥陀佛 欲知实至 农历腊月初六 农物迷空 似乎在向世人 宣说着什么 平时 老和尚每天 凌晨三点 都会早早起来上香 拜佛念佛 而这天早晨 人们上完早课 看到一贯 节俭的师父房间 还亮着灯光 弟子们进去才发现 我们最尊敬的 上海下行老和尚 娑婆应坏 净土文成 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时 大家回忆起来 才感到老和尚 禁断 有很多 异于平常之举 老和尚平时 大声念佛 十分八分的 就躺下小声念了 昨天晚上 打着饮庆 念佛念了半夜 我们也没有在意 应保法师说 老和尚园吉 前一天下午 还在来佛寺 门前的菜地里 和弟子们 一起浇水 拔草 平整翻土 一直干到天黑 大伙劝他休息 他说 干完了 以后就不再干了 师父这话 当时 只做平常话 现在想起 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呀 我被鱼吃 未能警觉啊 海贤老和尚 往生的二十天前 去到同百县 平市镇的古丰寺 看望他 共修多年的老朋友 铁脚生 硬抢法师 路上 老和尚拉着 陪他同去的老护法 春生居士的手说 我很快要走了 老佛爷喊我去了 春生老居士 不愿听到师父 说这样的话 便拦住了话头 不许老和尚 继续讲下去 还劝慰 宽解了老和尚一番 离开古丰寺之后 老和尚又到他出家 剔度时的寺院 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 各自看了一番 对弟子们说 以后我不再来了 众居士 皆是看到师父 身体尚好 并未多想 回来后 对寺内的几个弟子说 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大家都不以为然 因为眼见师父 身体极其康健 并无半点异常 哪能说走就走呢 现在想起来 是老和尚预知实质 再给大家告别呀 老和尚圆集后的第三天 弟子揭开网声被 瞻仰老和尚的仪容 却惊奇地发现 老人家面带微笑 嘴唇泛红 眉毛 胡子 和头发 竟然油白变黑了 在场的数十位 尽忠学人 又一次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 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胸有菩提 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熟练 自然极乐在心头 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原来老和尚 是早已预知实质 在向大家告别呀 人生七十 古来兮 贤师是怎样的修持 能够得享百岁高龄 身心健康自在 临终预知实质 安然回归极乐 这是多少修行人 一生孜孜追求的境界 师已稀去 余音在耳 人生七十古来兮 在当今 乌域横流的金钱社会 纷繁的环境里 贤师是怎样的修持 能够得享百岁高龄 身心自在 得以泄脱 怎样练就的清净心 和平常心 怀者静默 带者疑问 在老师父的高足 印制法师 印含法师的带领下 我被不孝弟子 一行数人 沿着铜摆山脉 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家使 贤师俗姓文 明川贤 自清选 祖居玉南唐河县 少拜市镇 生于晚清光绪 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父母及祖父母 皆为虔诚的佛弟子 耕独传家 乐善好施 被乡中占为大善人 俗语云 宁为太平犬 不作乱世人 贤师兄弟姊妹五人 父母于苦难中 将几个儿女 拉扯成人 其中之苦楚 只是不忍称说 贤师十二岁时 家乡大汉 父亲出去逃荒要饭 在湖北隋州 遇到土匪抢劫 火烧村庄 父亲就挑水救火 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 活活打死 劫后回村的村民 看到一群恶狗 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首尸 见者 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狗尚如此 知恩报恩 何况人呼 村民眼含热泪 携母亲送师还乡 以长辈之礼安葬 是七八岁时 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触目惊心的几件事 警醒了 对坚定不移 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 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那时在老家 爸妈秉性不好 非常霸道 厉害 和家人 邻舍人 经常谩骂和打架 曾有一次 他骂打五省时 把五省衣服 都给撕掉 扒光了 在后来 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 还不知道是恶因 招致的恶报 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 都先后腰折 最后爸妈的舌头 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 就是人们俗说的 嚼舌根 鲜血直流 以至发展到整个舌头 被自己咬掉了 吃饭都吃不成 后来爸妈 在三十二岁 生女儿坐月子时 也痛苦地死去了 当时死亡的那个产相 把姐姐都给下疫症了 八爹也年气带病地离世了 当时母亲对他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 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母亲的话 深深地印在了 他的脑海里 十二岁时 种了一个大冬瓜 却被堂弟偷了 他就小声念诵 谁偷了我的冬瓜 就叫他长疮害病 谁知道三天后 他的堂弟 真的卧床不起了 沈良找到他说 你别再念了 你弟弟就摘你个冬瓜 你就皱得他浑身长疮 疼得喊爹叫娘的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 快叫他好了吧 快叫他好了吧 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 哇 人的念头 竟有这么大的威力 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 怨人了 他对人生 有了深刻的思考 这件事 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 能够成就正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岁时 贤师 腿身拥疮 大幅溃烂 母亲未知 四处仿求名医 全然回天乏术 师已知因果 探约 妙药难医 冤涅病 遂舍弃医药 从遭致目 一心称念 观世因菩萨圣好 愿于天后 顽疾 不要而遇 师由此 愿发坚信 佛语至成 却无狂语 菩萨所言 度一切苦恶 果不欺人 历此生死大劫 也令贤师 深刻领悟到 轮回路险 死生事大 遂生起出离之心 民国九年 师二十岁 决以拜别慈母 投在铜柏山太白顶 云台寺 上传下 借老和尚坐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替度 赐法名曰 海贤 贤师于二十三岁时 赴湖北荣宝寺 受巨族戒 传戒师 本是灵迹中 白云系的一代大德 然而 却不成 教授贤师 参禅打坐 也没有教授 讲经说法 为传六字鸿鸣 祖旗 一直念去 杰儒共修 贤师 承先后在 铜柏山的 普画寺 云台寺 塔院寺 常住 开墾过 十四片荒山 驻人修建过 十一所道场 曾与中门高僧 海莫法师 自大黑 体光法师 法名应玄 一起在塔院寺 节庐共修 海莫法师 出身书香门地 曾是黄浦的学员 喜言经教 擅长演说 1968年 海莫法师 闭关念佛 求生极乐 最终欲知实至 夫作而及 体光法师 根性非凡 曾亲近过 虚云老和尚 原音法师 莱果禅师等 大德高升 深得虚云老和尚 嘉许 2005年 纳月体光法师 端座入灭 被公认为 是得虚云老和尚 心应者 古德曰 心智虚实 能受益 是非经过 不知难 贤师 每每提及 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 二位法师的 修持功夫 其自卑 而尊人的 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 便从心底 由衷地生起 清净之意 历境精进 1969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红卫兵到寺院里 焚毁经书佛像 逼迫生人还俗 万法因缘生 缘尽法还灭 众生贡业所感 历史潮流所燃 众是菩萨应世 也只有图换奈何 贤师被安排到 山下的村子里 做了生产队长 当时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 默默地念 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 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 有昏心的时候 他就吃锅边菜 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师一直为大众 视线者生饱的形象 没有脱去生袍 因为贤师 为人忠厚善良 带人一团和气 大家都愿意亲近他 亲切地称呼他 文哉公 后代行事稍松一点 便又赶回寺院 寺院没有了户口 全靠在山上挖野菜 在树上摘野果吃 艰难度过了 一个又一个年头 多年之后 当弟子们向贤师问起 当时为什么 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 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道当之心是佛 修行应语 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 传戒师的设立塔 然而 却没有见到灵谷 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贤师 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 找到了传戒师的灵谷 心中暗暗赞叹 老和尚果真不凡 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 于是将传戒师灵谷 妥善保存 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师兄弟 将师父的灵谷 重新建塔安葬 来贤古寺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 到塔院寺 引请贤师 前来主持政法 恢复来贤寺的学佛道场 南阳来贤古寺 位于河南省社旗县 饶梁镇西南 相传在隋唐年间 有阳策镇娘商王居士 驾牛车 去圆潭镇饭梁 屠于三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 待次日黎明 却见三老 以化为三尊师佛 众信是 因而便在此处新建道场 去名曰来佛寺 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只因宝金战乱 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贤师 生物偶依大师赞叹 莲池大师时所讲的 只要两脚着实 不求门庭好看 故而 仅修起大殿山间 和西乡房的 罗汉殿山间 所供奉的圣像 均为尼数 肉身菩萨 数经昌商变迁 几度江山易主 当年 殿雨宣昂 如今尽还太虚 然而 虽是空门凌落 信息正法犹存 古语有云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 毫不起眼的 乡野荒庵中 就是这 泥树佛像 和破旧瓦房 却成就了 震惊环宇的 两位神僧 一百一十二岁 自在往生的 上海下贤老和尚 和他的师弟 肉身菩萨 上海下庆法师 海庆法师 俗信礼 会富贵 祖居玉东南 碧阳县 生于晚清 宣统元年 因出身寒威 未曾习书学文 然天信仁厚 生来贤孝之礼 十一岁 归衣三宝 离晚东罗汉山 清凉室 传东法师 为替度师 痴名海庆 师四十二岁 入来佛古寺常驻 专修净土 老实念佛 1989年 往白马寺 受巨族解 1991年 那月十一日 师谭孝市集 自在生息 逝寿八十二岁 生辣 七十一年 师坐钢六年 九个月后 其借兄上海下贤老和尚 发心未知涂皮入塔 寿钢开启 众皆惊叹 为见庆师 夫作微然 面貌如生 乃至所着一物 亦先毫无损 师众知识金刚法体 全身设立 遂将其供奉寺内 招募礼拜 2006年 广州大德 李源天居士 新闻 庆师圣祭 备生敬仰 乃发心为其 贴金供养 初月庆师生平 四绝平淡至极 除却一生 阿弥陀佛圣号 竟无他物可言 然系家王位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岂非师 暗和道庙触摸 心下会晤 使心大道至简 生佛不二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如是而已 只有敬业学人 为师赞约 一句弥陀 法宗王 七十年来 心中常 不参禅礼 不言教 不解经咒 又何妨 信生怨切 执念去 自然花开 极乐邦 留此金刚 不坏体 正转法轮 度迷茫 戏观佛手 低垂簇 恰十六祖 驾慈行 金钱祈祷 年台下 求师引我 出梦乡 2005年 已是104岁 高龄的贤师 为了给庆师 装饰今生 而远赴广州 与西藏十一寺 班禅 尔德尼 不期而遇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师奉若活佛 自成邀请 与贤师共进午餐 并合影留恋 国际著名书画家 张云田先生 见贤师年过百岁 依然身体康健 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 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 持戒经研 老实念佛的结果 张先生 自成鼎礼 赞叹贤师 如赵州在世 当即辉豪 引了一首 阳万里的勇菊 施赞贤师曰 悟信重来 各一家 随贪寒寿 燕莲华 菊花自责 风霜国 不是春光 外菊花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是古代佛教丛林的 龙禅旧制 而老和尚 直到往生前一天 还在寺院门前 翻整菜地 一百一十二岁高寿的他 思维敏捷 身心康健 从没有德高望重 年岁大 需要人照顾的想法 他不但生活自理 还坚持龙田劳作 凡是他常住的寺院 或佛堂 迁佛寺 来佛寺 圆明寺 社旗居士林 南洋义乌念佛堂 六方佛堂 都有他很多很多 干活的农具 农具坏了 他亲自修理 衣服破了 也亲自缝补 自己的事情 不劳别人染指 贤师 曾先后在 铜柏山的 桃花洞 云居寺 塔院寺常住 那时 由于三道齐驱 寺院偏远 人际罕至 很少有居寺和乡人 供养 所以生众 一日三餐生活 全靠自己 超此养活 尽管大家的生活 极简单清贫 但如果没有自己的心情劳作 整年吃饭都成问题 更别说能念佛修持了 那时他年轻勤快 干啥都不犀利 凡是挑水 洗菜 做饭 洗刷锅碗 样样干到前头 尽量不让师兄弟们插手 心里总想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休息 同时 把寺院上下 里外 甚至厕所 海贤都打扫整理的 干净无染 使人置身于 苏心环境之中 就连师兄弟们的衣物 佛饰 和寺院法器 都及时予以清洗整理 不沾泥屋 难怪当时 传界恩师 对徒弟们常说 海贤 是在实际生活中 修佛啊 这最难得 他曾经开垦过 十四片荒山 住人修建过 十一所道场 他住过的寺院 都保存有 平常做活的农具 走到哪里 干到哪里 他一天到晚 都不闲着 还什么活儿 都干 2011年秋天 师父爬上 自己的石塔 用手扶去 厚厚的基草 坐在塔顶 夕阳下 深深的凌望西方 居士们 清楚地记得 在他一百一十二岁 大家到寺院 看望他时 他正在把自己 挖出的一个 大树疙瘩 进行破解 准备寺院里 做饭食用 下午 又跨着箩筐 到寺院 种的玉米地里 收摘玉米碎 当他坐上 居士们 接他到南洋的轿车时 还不时回头 一次次张望着 寺院门前那一排 路放的激光花 和他亲自摘种的 名字叫七点半的 西式奇花 七点半花开 花开见佛 一花开时 百花开 那时他亲手摘种 浇水 拔草 细心管理 才开放出 如此火红 美丽的 激光花朵 映称着 一百一十二岁 老和尚 纯真 纯净 纯美的心境 轻轻脆足 静视法身 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 海贤恩师 一时没有豪言壮语 从来不做 金颤佛事 但他不论闲忙 佛号从不离口 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向人们展示 佛法的微妙 都含有无上残疾啊 他还对我们说 念佛修行 要能吃苦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不能图公养享受 他形象地说 吃苦里 穿补里 想当和尚 会当婆娘 是啊 我们亲眼见到 即使现在他已经 一百一十二岁了 若到哪里去 总是仍然带着 针线包 锥纸 剪织等 小工具之类 凡自己用的 穿的 全是自己洗洗 自己缝缝补补的 从不张口麻烦人 他说 我还能动 眼又不花 能干的 自己干 啥都叫人事后 那就退坡了 2012年3月 老和尚在圆明寺 参加观音法会 弟子应容法师 孝敬他一件身袍 老和尚试穿一下 感觉有点长 当即脱下来 自己非真引线 撩起了袍边 这一幕 被参加法会的居士 抓拍了下来 成为世间 最为珍惜的镜头 孝亲尊师 世上有一种情感 不能忘 那就是母爱 有一种事情 不能等 那就是笑 贤师的二哥 和弟弟 相继去世后 贤师就把母亲 接到铜摆山上 效养 1957年冬 母亲突然提出 要回老家居住 贤师苦苦相劝 终难挽留 只好顺从母亲返乡 暂且住在生产队 菜地里的两间茅屋里 晚上 老母亲吃顿 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烧信要她的女儿 子女都回来 第二天中午 仅喝点女儿 拿回来的罐头汁 自己又到厕所 方便后 坐在椅子上 说了声 我走了 只见她 头一歪 老母亲就真的走了 她86岁 自在而逝 也是因为当时条件 极其困难 贤师 为母亲念佛三日后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这让贤师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 无边生恩 八年后 贤师发心为母亲 千坟树碑 其料掘开墓穴 竟然空无一物 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 大丁而已 三世诸佛 敬业正音 连池大师曰 父母离成垢 子道方成就 至于贤师之母 是否乃菩萨硬化 如达摩挂女般 游戏神通 我被凡夫 只是不敢忘断 然而贤师 对此母 自存自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被感动自知 在她被红卫兵 勒令下山还俗时候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 可是 墓穴空空 只好作罢 贤师在墓穴底下的石板下面 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 是得道高升 早知有此一节 方将骨灰 尝溺石板下面 任凭红卫兵 如何逼问师父骨灰去向 他尽管 历尽磨难 始终守口如瓶 师父的骨灰 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 海贤老和尚 又轻率弟子们 为师父在铜摆山 桃花洞旁边 重新修塔安葬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没有香火供养 几乎是海贤一个人 辛勤劳作 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无论是在寺院 还是在佛堂 每年的清明节 或十月一日 他都要刀练着 我得赶紧回去 十月初一马上到了 我得再回老家 上坟祭祖 还要到铜摆山寺院 再去祭拜我的师父 海贤是孝亲尊师的典范 在他所视线的 百年修持生涯中 让世人清楚地看到 并认识到 佛教是圆满的因果教育 是和现世人们生活中的 伦理、道德 紧密结合的 绝非是 渴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或世外桃源 花开见佛 老和尚来南洋 总在义乌念佛堂 留居室家住 他总是在夜里 两点多就起 上香 念佛 拜佛 绕佛 一天早上 香炉里 插了十二根香籤 好奇地问他 师父 今天怎么上这么多支香呢 老和尚说 天机不可泄露 我说 我不泄露 您只对我说嘛 听一下 他又说 我看见满天 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才点满炉香 又有一次 刘居士 试探问他 师父 你老看见阿弥陀佛 他给你说什么没有 师父说 我啥都知道 天机不可泄露 停顿了一下 又说 老佛爷不让我走 叫我表法列 做个样子 给大家看 他看到 居士们 拜佛的姿势杂乱 不够微移 随即 给大家做示范 拜佛心要成 脊梁板要平 放碗水 都不少 拜下去时 姿势要像青蛙 边说边拜 示范了几遍 平时 他从不在拜殿上 拜佛 总是在地面上拜 对佛恭敬 真诚到了极点 他说 拜佛 是要拜出自信 拜出清净心啊 海贤老和尚 对我们说 在他眼里 一切都好 没有啥不好的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心里才能 经常充满伐喜 心里才能清净 才无烦恼 才不生气恨人 没有这好 那坏之分 也没有这好吃 那不好吃的了 一切都随人 心里就安心踏实了 先被寻常语 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 不约而同 其恋弥陀圣号 深感震撼 隐私一手 一团茅草 乱蓬蓬 墨地烧天 墨地空 增赐满炉 微鼓舵 慢腾腾的 乱哄哄 慈悲为怀 同心同趣 贤师一生 性情温和 慈心爱物 真诚善待一切众生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 发过脾气 也没见他 毁谤 轻视过任何人 无论男女老幼 生家俗家 清净贤师 未有不生欢喜心者 老人家曾多次 教诲弟子们说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漱口骂人 每当举行大型放生法会时 他总是提前准备好生衣 法器 及早塑洗 干净整齐地 早早来到法会现场 自始至终 保持慈悲微笑 又不失佛教威仪 放生法会 老和尚泼洒干露水的尽头 白和放生法会 老和尚尽力 把瓶中干露 菩萨众生 成了他一生 表伐的血照 在接受居士们 问讯供养时 总是满脸慈悲 亲切和蔼 使每一个居士 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供养他的钱 全部留在所在的寺院或佛堂 作为放生或印经书的资金 当居士们要求与他合影时 又总是主动配合 不厌其烦地 和一波波居士 合影留恋 或单照 或多人照 或全家福照 尽量满足居士们心愿 往往一个法会 要从早上直到下午一二点 但他一直精神饱满 没有一点厌烦和疲惫之举 使居士们深受感动 要知道 这是一位百多岁的老人啊 年轻人都感觉累 难道他不感觉累吗 特别是当老和尚 又随车辆到山上放生鸟足时 他深情地亲手打开鸟笼 用充满慈悲的眼神 望着一只 又一只飞向树林 飞向南天的小鸟 满是皱纹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 平和 慈祥 有一天 老和尚像往常一样 午后不休息 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 转一转 边走边默念 南无阿弥陀佛圣号 这一片玉米地 平日心情耕耘 用作四里生重 与居士们挂单的生活补贴 当他走到东北角时 突然听到玉米地里 一阵稀索和弄叉的声音 顺着声音向地里看去 只见一位壮年村民 正在偷掰玉米碎 往大布袋里装 那人看到他 紧张害怕得不知所措 老和尚连忙打着手势 轻轻地对他说 莫着急 你要掰 就捡大的掰 说吧 就绕着走过去 以后每当那人 见到老和尚时 眼神里都充满钦佩和敬仰 寺院外有块咸地 平时种些菜和杂粮 行人有时走路不小心 会踩坏苗子 我想把这个路边堵上 恰巧旁边 有两个闲置不用的大石滚 农民过去年厂用的 就过去推石滚 由于石滚太大 太重 我使劲晃了几晃 都纹丝不动 海贤师傅看到后 走过来弯下腰 一使劲 就把大石滚 挪到了地边路口 都不知是咋回事搬动的 还一直揣摩着 师傅咋有那么大力量 海贤师傅 真是菩萨心肠 对众生慈悲到了极点 在寺院内外 海贤师傅 看到有猫狗等小动物 来回出入 就把贡果 食品给他们分食 并嘱托我们不要打 不要伤着他们了 他说 这都是众生 跟咱们人一个样子 都有灵性了 我和师傅 在寺院开了荒地 在有活要干时 海贤师傅总是说 你不干了 我来干 你念佛去 他经常对我说 念佛 念到一定时候 不管啥时候 都在念佛 别看我在干活里 我还在心里 时时念着佛里 我明白了 师傅把时时处处 都看成是念佛 修持的道场 处处都是在 念佛禅定中啊 2008年 那年夏天 我正在大殿前 送无量寿金 被南面刮来的 烧街杆的浓烟 熏呛的直流泪 应容对坐在旁边的 海贤师傅说 烟气平大 熏的都送不成金呢 他老人家 随手拿起一个 塑料编织袋 向南删了几下 浓烟果然很听话似的 掉头向南倒过去了 我一下子惊呆了 抬头看看师傅 还是那 泰然治若的样子 2008年夏天 多日无雨 种的菜叶 都晒卷枯了 室内也无电视 也不知道天气预报 有关气候变化情况 有天下午 师傅叫大家 和他一起 把寺院里排水沟 全部疏通一遍 大家心里纳闷 晴朗朗的天 汗成这样 咋想起来清理水沟啊 也没敢多问 谁知第二天 就下起了 瓢泼大雨 足足下了几个钟头 由于提前疏通了排水沟 寺院各个房间都没进水 当时我们就默默地想 师傅老人家 是咋敢知 天气变化 要下雨哩 是呼风唤雨 解除明忧汉情呢 还是有未卜先知的神通呢 微微身躯 无常生 只为众生 视法眼 竭尽全力 泼干路 但愿众生 勿真缘 愿老和尚 往生极乐 联品争上 愿老和尚 早日道驾辞行 成愿再来 广洒干路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应生法师 讲述了海贤法师 救狼的传奇经历 当海贤师傅 看到圆明寺 寺院观音殿前 大梧桐树枝下垂过低 妨碍来往信众 就拿着斧头 锯刀 爬着梯子 上到树上 修刷树枝 一百一十二岁的老人 万一有个闪失咋办 高兴的是 师父都一百多岁了 还能自个上到树上 干这活 真是砸佛门的生宝啊 师父像是看透了 我们的心思 笑着说 没事 没事 有佛在心里呢 我在念着佛呢 2012年 农历八月初九 南阳几位居士 到莱佛寺 看望贤师 贤师在送他们出寺院时 忽然同心大发 亲自搬着木梯子 爬到寺院里 柿子树上 摘了一筐柿子 下来后 一一分送给每位居士 大伙见此场面 无不叹为观止 一位居士 拿出摄像机 为大家录下了 这段精彩至极的资料 看着一百多岁的老和尚 爬高上低 那种慈悲真诚 居士们 把尸子捧在怀里 眼眶里 涌出了泪水 同时也使居士们高兴 敬佩不已的是 老和尚这样高临了 还这么硬朗 真有福报啊 看到此处 不知大家 除了惊叹之外 还作何感想呢 佛门有年语曰 头起真来 果能螺食一惊 寸惊一化 吃了饭去 不学迷勒大度 滴水难消 能如闲尸者 千年试问 济人比 岂有此理 说也不信 真正绝妙 道者方知 唐代禅门高僧 赵州和尚 因八十行脚 而被传为千古美坛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 只会称念一句 弥陀圣号的 荒安老僧相比 恐怕连赵州禅师 自己也该 自探福如了 六字 弘明之 微妙男思 于此处 亦可见一斑 布施 忍辱 从前有一段时间 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 在一旁 总对他指指点点 好像在议论着什么 他也不在意 直到有一天 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 问他是否和某个女居士 发生不正当关系 是有人亲眼看见 才向他报告的 直到这时 海贤才明白 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他当时对师父 跪下说 徒弟海贤我 绝无此事 仿佛谎言 说了一百遍 就会成真事的 此事越传越离奇 简直说得 有时间 有地点 有鼻子有眼的 使海贤受到了排斥 一些师兄弟 也都不爱和他接近了 但他的心情很平静 相信总有一天 会真相大白的 不久 一个外出的师兄 回室听说后 马上站出来成亲 当着师父 声众的面 证明那几天 他和海贤师弟 一起在山坡上 收玉米 是三下村民 来帮忙干活 他一直和海贤 住在一起 绝无发生任何事情 这时海贤的清白 才得以成亲 但他一直 没有半句埋怨 和指责说瞎话的人 在海贤老和尚 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 尽己全力 为社会 为弘扬尽忠道场 实现了注视 佛菩萨的慈悲形象 虽然老和尚 没有叱咤佛界的 惊天动地之举 但他的慈悲 纯净 纯善 却给世人留下了 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贤老和尚 从不做什么 佛式经颤法会活动 只讲让人 专念阿弥陀佛 每当他接受社会 和居士们供养时 总是把钱 财 物 留下 印经书 和用于放生 或用于修建道路 和改善寺院环境 不留分文 不留拐杖 戒指 只有随身的法衣 和一颗念佛的心 百多年来 经过他双手 开挖的土地 上百亩 供养生重 居士成千上万 参与修筑当地桥梁 河道防射 不计其数 由他亲寿的弟子 出山后 遍布大江南北 真是桃里满天下啊 五台山 普陀寺 少林寺 白马寺等 名山古叉里的徒弟 徒孙 不胜美举 且大多担当 寺院道场的 祖师负责 分别在不同道场 传承师道 弘法立生 多年前 殿宫月底去收费 老和尚说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 这个月 咋这么多啊 这个壮年人 二话不说 啪啪 就给老和尚两个耳光 强行收了费 当时老和尚 一声没坑 但可把在场的 其他人气坏了 纷纷抱不平 老和尚拦着说 忍忍算了 能忍 就心里安生 他打了 算是给我抓养的 唾沫吐到脸上 当是洗脸了 跟人 不要争高论低 就没烦恼 忍者 自安啊 有一年 当地一位干部 生了一场怪病 久治不愈 十分吓人 可到医院里 就是检查不出来病 人们都说 是那个干部 对海贤老和尚 太苛刻 歹毒 而受到的报应 原来主持寺院的 海贤师 打算在寺院地上 建房 供养信众 可那个干部 偏偏不让盖 千方百计 于阻挠 并当着众人的面 用手指 倒着海贤师的脸 羞辱道 就凭理 要把这房子盖起来 我这干部 就不干了 贤师一言不发 也不生气 也不争辩 后来在这位干部 出外回来 贤师已经把大殿 和偏殿盖好了 接着 这个干部 就犯起病 起不了床 上级也宣布 他被停职了 经他亲手创建的寺院 弘法道场很多 曾是南阳 紫灵山寺的 开门鼻祖 南阳百佛寺 铜摆寺钩 塔院寺的当家师 当他先后到 社旗来佛寺 千佛寺时 用居士们 供养的钱 购买土地 扩建房舍等 万事具备后 却甘居二线 而让弟子 主持担纲 多年前 某著名南方 道场的弟子 拜请他去 当地各界 和广大居士 九阳老和尚圣名 争相一堵 大德风采 当场供养 数万元 然而 在他回归时 却分文未代 全部留在了寺院 如今 年于一百一十二岁 高寿的海贤老和尚 一年大多奔走于 南阳诸多寺院 和居士念佛堂之间 孜孜不倦地 践行着佛陀的教诲 把一颗慈悲 仁爱之心 奉献给了天下众生 奉献给了 至善圆满的佛教事业 十戒经言 老实念佛 贤师谨尊 传戒师戒训 一生维持六字鸿鸣 时时刻刻 日日月月 年复一年 不成见断 每天早起拜佛 念佛 他拜佛时 坚持不用拜殿 念累了 拜累了 就睡一会儿 醒了 再接着念 接着拜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圣号 刻骨铭心 在大殿 在田间 在山林 行住坐卧 片刻不曾丢失 他常常告诫身边人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 啥都是假的 2012年 中秋的一天 贤师正在批财 几位外地居士到寺院念佛 大家求老人家 慈悲开示 贤师一边批财 一边说 没啥可开示的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有孝者告诉大家说 俺这是小庙 吃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 要能受苦 能受苦 才能了苦 你不来 我不怪 来了 就要守我戒 走到哪里 要守哪里规矩 老和尚言辞戒律 道心坚固 文革中 红卫兵 折定寺院生重 一律回园 及还俗 几次强行把他 赶离寺院下山 他又几次 偷偷返回寺院 最后被发现后 强制送返 唐和老家 生产劳动 当时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默默念 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 偷偷拜 后来行事 稍疑松动 便又赶回寺院 不能公开活动 全靠在山上 挖野菜 吃野果 喝清水 艰难度日 就这样过了一年 又一年 多年后 当弟子们问起师父 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脱口而出几句话 学到当知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文革结束后 来佛寺的居士们 到塔院寺 迎请贤师 前来主持正法 恢复道场 饱经磨难的贤师 生物 只要两脚着实 不求门庭好看 故而 仅修起大殿山间 和西乡房的 罗汉殿山间 所供奉的圣像 均为泥塑 贤师的老朋友 铁脚生 上映下墙法师如是说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好大天机 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人 2008年秋 贤师在传一波 于印制法师之时 便再三叮嘱说 不怕没妙 就怕没道 不隆不虾 不配当家 古德曰 养成大佐 方为巧 学到真于 使之贤 用在贤师身上 正恰如其分 上进下空老法师 占其为海会圣贤 有一次 他在南阳六方佛堂 拜佛 居士说 给您屋里 放一尊佛像吧 他说 我烧香 主要是把自信佛 念出来 就成功了 2012年10月 老和尚在世间的 最后几个月 南阳的一些居士 对老和尚进行了一次访谈 有人问老和尚 念佛的感应 他说 啥感应稀奇 不要求 啥都是自然 才好 老和尚 有若有所思 像是透露天机式的说 念佛啊 我每天晚上 在念佛时 只见床上 床下 屋里 屋外 都是人 挤得满屋子 都是众生 在听我念 阿弥陀佛 到了早上 起不来时 就听见有人 在耳边喊 快起来 念佛了 真是妙极了 我没有上过一天学 不认得一个字 上山梯度后 师父就叫俺 光念阿弥陀佛 叫俺明白了 不要乱说 不能说 不要指手画脚 我现在一百多岁了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老佛爷 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啊 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 要跟他去 可老佛爷都没叫我跟他去 说我修得好 再多活两年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 当居士们 问起贤师念佛 有何境界时 老人家复之一笑 绝口不提 佛门历来的规矩 中门忌讳说境界 教下不许 教下不许谈功夫 当年原音法师 也曾有家言 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 切记 任引弥陀 向外寻觅 心原是佛 但向回光返照 直下承当 由此可见 闲师至此 已非弥陀门外客了 老和尚对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很有把握 我往生时 不用助念 靠自己念佛 让别人助念 没把握 不牢靠 若要佛法心 唯有生战胜 前几年 老和尚总是说 我要赶紧念佛 求阿弥陀佛来接我 年级大了 再不走 会给人多天麻烦了 2012年端阳节前 我问他 你总见到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 给你说啥了 老佛爷不让我走啊 叫我表法里 我一起 这一年多来 凡是他创建 住过的寺院 或是徒弟们主持的寺院 他都要去住一段时间 特别要到很穷的 原民寺 而且这个寺院 只有一个僧人 还是出家时间不长的二僧 他说 这个寺院特穷啊 我去住住 那里的香火会旺些 其实 他到哪个寺院 和念佛道场 无形中 都在为人眼说和表法 当人们知道他 吃树念佛一辈子 活一百多岁 还能破木材 除地 拔草 穿针 干各种活 无不择择撑齐 不少有缘人 因此进入了佛门 都生起了 吃树念佛的善念 和精进念佛心 2013年的元月13日 即是老和尚往生的前三天 我们带着 若要佛法心 唯有生战生意书 去看望他 当他听到这书的名称 就非常欢喜 主动去取出 他很珍惜的袈裟说 我穿上这衣服 拿上这本书 你们给我照张像吧 好像他知道 这种表法是最有意义的 完成最后一次表法 那是集结当代 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 与净土法门 当今的导师 净空老法师之间 相互赞叹的一本书 有居士问 老人家 你知道净空法师不? 因贤师从未看过光碟 哪知道老人家赞叹道 再来人 并再三告诫学人 一定要散户口业 千万不可 毁谤圣贤人 说话口满呢 可不好啊 当我们要离开时 我们几个居士 便亲切地 簇拥在海贤师父身边合影 此刻 我清楚地看到他 一年的喜悦 呈现阿弥陀佛像 非常殊胜 我无比激动 随不自尽地 跪在海贤师父面前 李老人家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记者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啊 他满脸堆笑 说 姐 姐 我忽然闻到一股奇香扑鼻 便马上问其他人 他们也都同时闻到了 隆隆的香味 前后持续了大约两三分钟时间 当老和尚送我们走出大门时 又叮嘱我们 要念佛啊 其余啥都是假的啊 并告诫我们说 我早晨三点钟 有时一点就起来念佛 我有时念佛 不出声在心里念 我马上意识到 他那是金刚持念佛法 时时处处都是禅定 都是在念佛啊 成师一训 弘扬尽忠 弘一大师曾有祭曰 阿弥陀佛无上一王 舍此不念 非痴极狂 闲师的弟子们 亲见了老人家 往生的殊胜庄严 对净土的信心 一加坚定 千佛寺住持 印函法师 和元明寺住持 印荣法师 也都表示 到场以后 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宏 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 尊尊教诲和殷切期望 阿弥陀佛 一句佛号 修净土 隆禅病重 度春秋 修得万事 无所求 至仆性平 慈悲心 随缘自在 度众生 身受弘法 无虚言 欲知实质 驾鹤去 九品莲花 极乐果 立悲明智 缅怀失丰 德西贤公 安详事迹的消息 十方大德高升 佛门四众弟子 纷纷前来 拜瞻圣荣 缅怀失丰 立悲明智 宋师西行 在四众弟子 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夫作于寿纲之内 藏于来佛寺塔院 老和尚的弟子 来佛寺主持 应治法师 谦佛寺主持 应喊法师 与四众弟子 在老和尚归西 百日之计 为他举行了 盛大的纪念 立碑法会 当地相关部门的领导 以及河南省佛教协会 副会长 上昌夏明法师 参加了立碑法会 并致辞 这正是春风话雨 润物无声 桃里不言 下自西成 水不在身 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因师而明 诗经归去 福会元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不孝弟子 拜瞻圣荣 其师再来 莫舍完明 经历誓愿 我佛正蒙 于师教界 信寿奉行 同心同愿 众志成成 六合道场 百人加封 广眼正法 利要有情 师父啊 盼您早回来 早回来 当代 静中导师 德高望重的 上进下空老法师 对贤师 大为赞叹 为贤师 亲笔提写了 木字名碑文 和晚年 当代 静中导师 德高望重的 上进下空老法师 得知海贤老和尚 自在网生的消息后 大为赞叹 为老和尚 亲疏对联一副 四十八院 一部大经 一句佛号 网生极乐 百十二岁 专宏净土 专户正法 重返娑婆 号召 静中 四众弟子 向海贤老和尚 学习 并为老和尚 亲疏悲鸣 以利后人 悲鸣曰 贤公和尚 佛门榜样 不是金颤 远离利养 言辞戒律 示众轻养 老实念佛 道债平常 净土大经 诸佛秘藏 一句弥陀 甚深妙禅 百一十二 老当义壮 为生战生 法门兴旺 弘普贤院 表法离藏 续佛会命 功德无量 自在网生 道价慈航 上进下空老法师 在海贤老和尚 百日之计 不能亲自前来参加 老和尚的 立碑皆碑法会 亲笔致寒 应至法师 应至法师道见 感谢法师相邀 为令师皆碑 然尽空 风足残联 原味成熟 力不从心 一心旨在 讲经练佛 恐为客功与其会 请法师见谅 令师 正知正见 老实修行 护持法门 续佛会命 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 法师等 善禀一致 信受奉行 六合道场 白忍加风 广演正法 力要有情 天人赞叹 专颂 道业精进 道风远扬 法缘殊胜 法轮长转 近空 景句 2013年 4月10日 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室修行生涯中 以戒为师 以苦为修 道心坚固 持戒经严 他自仆实在 平易尽人 一身淡薄名利 从不沾染虚荣头衔 他随俗入园 横顺众生 享一碗清水 造人造物 润人心田 他身居南阳 设其来佛寺 乡间小寺庙 几十年 龙禅病重 波洒菩提 田间耕地除草 室内燃灯焚香 劈柴做饭 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精灿佛事 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刻骨铭心 在田间 在大殿 在梦中 行住坐卧 片刻不成丢失 他经常告诉 身边有缘人 斑柴运水 无非是道 出茶淡饭 皆是修行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要和咱们这位 只会称念一句 弥陀圣号的 荒安老生相比 恐怕连赵州禅师 自己也该 自探福如了 六字鸿鸣之 微妙男思 于此处 亦可见一斑 生保不思义 身披三世云衣 福杯渡海 刹那时 富感应群姬 看作人天 功德主 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 愿摇之 正习葬提息 阿弥陀佛 若要佛法兴 唯有 生战生 净空老法师 总结 海贤老和尚 表法的意义 一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做出 修行人的 最好榜样 他一生 老实 专念一句佛号 没有涉猎 其他法门 一句佛号 就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 总名号 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所说的 一切经教 全在这一句佛号中 念阿弥陀佛 得佛力加持 心地清净 健康长寿 一百一十二岁 自己照顾自己 精神 体力 跟年轻人一样 一生持戒念佛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 看到他的表法 学佛的人 心就定了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必定得生 圆满无上菩提 真正不可思议 二 老和尚的表法 给我们证明 第一 夏连居老居士的 会几本 是正确的 不应该怀疑 第二 黄念族老居士的 集注 也是正确的 是正法 第三 肯定我们 这二三十年 弘扬会几本 依照这个本质 来学习 没有错 我们学习 大圣无量寿经 科著 第三回 圆满 海贤老和尚 九十二年的表法 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无量寿经 是世尊跟联工大士 为我们试转 劝转 黄念族老居士的 注解 是劝转 海贤老和尚 是做正转 三转 法轮 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不信吗 三 老和尚为我们 末法时期 在斗争 坚固的时代 开辟一条 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万元放下 一个人 默默地 认真苦修 心里清静 平等 自在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他真有智慧 真有定功 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说 吃苦耐劳 忍人 所不能忍 从事农耕 自给自足 明文立养 一点都不沾 所以没有人干扰 没有极度障碍 海贤老和尚的光碟 要天天看 每天看三遍 一年看上一千遍 每天念一万声佛号 确实能兼顾 我们的道心 信心 愿心 决定消罪业 决定往生净土 老和尚最后的法 表完 阿弥陀佛 就接引他往生了 他把这个使命 交给我们 我们要继续表法 如法修行 要做出念佛人的好样子 给世间人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